你好呀 我是你的造霸頭限定小黃瓜 我今天第一次嘗試買了一個捲髮棒 就是那種單捲頭捲髮棒 然後說來慚愧 活了一百年級第一次自己捲這個 然後我現在有一個疑惑 不好意思 我知道你們急著睡覺 但是我是真的很想問就是 但莫莉有沒有姐妹知道 就是捲這種頭髮的時候 瀏海到底要不要也給它捲進去 我因為不太確定這個事 所以我把這邊的瀏海捲了 這邊的眉捲 然後我想對比一下 這種頭髮到底要不要捲瀏海 如果有人知道的話彈幕告訴我一下 今天呢我要給大家帶來的聲音 是因為實在想不到露什麼 想到很久沒有敲機了 所以就想做個敲機吧 然後但是呢 普通的敲機都已經做過了 所以呢今天我們來一個隨機一點的 我現在我有一個非常非常亂的工作台 在我的面前 我決定就是閉上眼睛摸到什麼 瞧什麼 要是不好聽 咱就少瞧一會兒 要是好聽 咱就多瞧一會兒 等一下讓我說一句 符合這個髮型 希望今天的交集可以敲開你們的心門 讓呱呱鑽鑽進 聽起來我好像是什麼 曲還是什麼蠕蟲筒 算了 閉眼吧 直接睡吧 再到你的心窩窩裡去 開始 開始 放回去 放回去 不能不能不能 不能下來 我們銀茶要怎麼敲呢 銀茶要怎麼敲呢 不對呀銀茶本來就是敲的呀 這樣就不算交集 這樣就不算交集 所以 不太好聽說 我們就要上架一會兒 不太好聽 我們就要上架一會兒 不太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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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不動了 我現在來吧 看到了 在这里 這個紋路 挖的聲音也有點交際的感覺 指甲輕輕的敲在上面的感覺 聽就哭了 我记得我若根的ASMR视频 就是一个国外的非常厉害的up主 然后用指甲轻轻地刮一个抹盒子 那个盒子里有很多抛茶的茶包 然后就很简单 那个声音就用手抹那个盒子 然后用指甲轻轻地掠过茶包 我靠那个视频 那段时间基本睡觉都靠那个视频 有时候觉得ASMR这东西 说不清就有些声音不一定 是很多人会喜欢点起来很高 但是他总有那么一个会让你觉得安心 会戳中你的 不知道你们安心的都是什么样的声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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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你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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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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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你 我拿到这个 要翘耳朵 这个是耳朵 这个也是耳朵 所以翘耳朵等于翘耳朵 所以是这样就 当我刚刚说完那段话之后 我心里面冒出了一个声音 对我说 你其实根本不用说那么多屁话 你只要翘就行了 你翘翘耳朵好听 没有人会说什么的 但是你的共识很烂 你又多说了几句屁话 包括这几句 你们的脑子里面会经常有这样一个人 否定自己的声音吗 这几句都算了 它就像个手里面 什么 这几句是 这几句才是 我这呢 是不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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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